听明白了 您接着说 还有一个就是他健身的这个事 他因为现在三十多岁 我觉得在健身行业 这个已经不太适合他 因为他现在就是这个胳膊肘 还有这个脖子后边腰 都有伤 膝盖 就是一到下雨一天 或者变天的时候 他就会有发影 就这个我俩争执得 特别特别地严重 而且你现在训练量太大了 都一天有的时候 他要有时间 都四五个小时 四五个小时练 我现在已经不怎么练了 就是我能有时间的话 您是一个职业教练 是吧 对 过去是从事这个的吗 还是半路改行之后来做的 以前最早练体育的 然后 就是一个体育生 然后不练体育以后 我就开始做健身了 明白了 就是妻子是希望说 不要做那么危险的动作了 是这意思吧 对 力量扩大了 对 力量保护自己 那你之前的伤都已经铸成了 咱们就是以后 尽量避免再受伤了 或者是咱们可以 适当地保护一下 我已经很保护 很注意了 我训练的量已经 由一天 大多数都是五个小时嘛 现在改成一天 一个小时 而且晚上 有时候就是跟会员出去应酬 听明白了 其实 也不怎么自律地训练吧 就是我就是不想让我的孩子 往这个运动方面引 他呢就想往这个孩子运动方面引 其实吧 练运动不是说你干职业 我想让我姑娘做什么呢 练练体育 没问题 把你的耐性和耐力都提高一点 因为我姑娘身体体制吧 也不是太好 只要有一个感冒风波 它都会赶上 我现在让我姑娘体制的好一点 毕竟呢 就是说女孩嘛 我想让我姑娘以后能保护好自己 因为我觉得 我不能陪我姑娘永久 那么我想让我姑娘能更好一些 不是 小朋友不都在运动吗 现在是和平年代 你看你想的就是 就觉得她的姑娘会有危险 然后她练这些东西 她会保护自己 不是 她到底让姑娘练什么呀 您不买 就是练那个什么 拳击这些东西 我就在家里买了一个纱带 然后在那个顶梁上 挂了一个固定架 然后没完事的时候 我打纱带的时候 我会引导我姑娘 我说来 姑娘 你过来跟爸爸一起到 每次我说上这句话以后 我媳妇不管是在厨房也好 在哪屋也好 都会立马 干的 你把那个车去 给我换上秋千 大伙秋千跑吗 为什么练那个 把手锅都打锁了 你能负责呀 这一辈子她还小啊 婚女多大呀 五岁 我想让她练练拳呢 或者是学学那个跆寻道 或者怎打呀 都行 一个都不行 我俩因为这事 就是跟父母在一起 我也没法说 她说不行 我就没法跟她叫 在外面吧 我也不想 因为就是说 这点小事 把我俩好不容易 在一起的环境给打销 所以说这个事 一直在搁浅 一直在 再换一个双方认可的体育项目 让孩子锻炼锻炼身体 不就完了吗 其他的也保护不了自己 他现在学跆拳道的大了 他也保护不了自己 起码他有一份 你让他自己 有选择能力的时候 让他去选择 不就完了吗 你为什么一定 按你的方式来呢 就是你 你的不一定对 对 我承认 跆拳道有可能 还受伤呢 咱们就 他只是一个爱好 并不代表是专业 爱好是他爱 对吗 你何必那么较真呢